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那么干什么呢 普劝大众发起时空武器的菩提宴 透过这个菩提宴的设词 让整个滑滑进的修学更加圆满 那这当中值得我们注意的一件事 就是普贤菩萨 他在整个佛教界的定位是如何 环境上说十方诸佛有长子 齐弥浩耶普贤尊 如果我们今天把整个佛法当作一个大家族的话 佛陀当然是一家之主 他确认了整个家族的决策方箴 但是怎么去实践落实呢 当然是当价实啊 就是佛法的长子 十方诸佛的所有的理念 要实践 一定要普贤菩萨的时空武尽的愿意 来把它落实 华华经也不例外 那么华华经前面讲到的开前显时会三归一 佛陀强调所谓的理观的智慧 但理观的智慧 我们今天学完以后 要把它落实到平常的定课 要去授词读诵书写说法的时候 那么这个中间的菩提宴就很重要 那么为什么智慧要菩提宴的设置呢 这当中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破除障碍 我们凡夫修学跟圣人最大的差别 就是我们有障碍 圣人没有障碍 我们什么障碍呢 内有烦恼 外有业力 所以我们凡夫修学 待业修学 内忧外患 那么有障碍的修学 就有问题了 比方说 你遇到的逆境 这个逆境超过你的负荷 你身体的病痛 外对你的干扰太厉害了 那你可能产生退转 因为你在修一心三观的时候 一开始修 一念的自信亲近心 安住亲近心 那么这个时候 如果没有业力的设词 你遇到外在的逆境的刺惧 很可能退大取小 这种历史很多的 尤其在五所二事 第一个 遇到逆境 退大取小 第二个 遇到顺境 追求人天国报 当你读受法华金的时候 可能福报现前 那你这个时候 就放弃了你的目标 去追求人天国报去了 那么这种障碍是非常严重的 如果你只是一个烦恼业力 这个可能让我们修行的时间也误 但是你善根的退转 这个是不可弥补的 就你等于是忘失了你最初的发行 所以我们要时时刻刻的提醒我们 佛道无上试验程 所以在整个智慧的观照的旁边 一定要时时刻刻有一个菩提愿的 来提醒我们 设设我们 知道我们的目标 我不求人天佛报 我也不求恶政的偏空裂盘 我就是直取佛道 就这个菩提愿 在遇到逆境的时候 它可以给我们很大的引导跟加持 第一个破除障碍 第二个 让我们功德圆满 我们凡夫啊 这个我爱死没有消灭啊 它是有私心的 我们在读书法华经的时候 在修书法华经的时候啊 难免都会想到自身的安乐 就忽略了有无量无边的如母友情 它也在痛苦当中 所以当我们发起菩提愿 我今发心不为自求人天福报 身闻原觉 乃至全正诸位菩萨 唯一最上圣发菩提心 欲与法界众生 一时同德阿秒多罗三秒三菩提 那么你这样子的发起广大的菩提心 为了利益一切的友情 去读诵法华经 那这个力量就不一样了 你是为了解决一切众生的痛苦 去诵法华经 跟你解决你自身的痛苦去诵法华经 这个功德是不一样的 就是说 你发起广大的菩提愿 你受持的每一部法华经 叫做无尽灯 譬如一灯燃百千灯 虽然你只是一个小小的独送 但是你发心大 所以你这个灯就可以不断的不断的 一个灯传到两个灯 两个灯传到四个灯 变成无尽灯法门 为什么 菩提愿的设置 所以当我们有理观智慧的时候 再加上菩提愿的设置 破除障碍功德圆满 你再去落实到你的行门的功课 那就是一佛称的修学 那就是为什么 为什么到最后一品的时候 菩提愿要献钱 就是把这个功德把它补齐 就是整个法华经的修学 不能只有理观的智慧去读诵 要把理观的智慧 加上菩提的愿力 这样子才去读诵 就更圆满 好 我们看讲义 那么前面讲到 普贤菩萨 劝我们发愿以后 他也试验来加持我们 这一下教以内法 教我们怎么去受死法华经 那么有三个方法 先看第一个更衣的 行立读诵 看经文 世人若行若立 读诵词经 我耳时成六崖白相王 与大菩萨众 聚意其所 儿子献身 供养守部 安慰其心 亦为供养法华经部 那么这个地方讲到 明治位的修学法华经 叫做若行若立读诵词经 四种方法 这个行就是经行 你在经行的时候 那么第二个你站立的时候 这个站立也包括了 你坐着的时候 那么你若行若立 获读获诵 这个读就是照文 叫做读 诵就是背诵 那么总而言之 你在读诵法华经的时候 因为你依止普玄行业 来受诵法华经 所以你等于是 启动了普玄菩萨的本愿 普玄菩萨前面说 你只要能够发起普玄行业 来受诵法华经 我一定会成六崖白相 在领导各位的法僧菩萨 那么儿子献身 这个献身当然是暗中加持 为什么献身呢 一方面供养守护 这个受识者来安慰其心 另一方面呢 为了供养法华经 那么读诵法华经 是我们很重要的功课 法华经一度走来 就要我们读诵 因为明知卫 我们很难离开文字 去深入一心三观 因为这是不失一尽 这是佛的知见 我们凡夫的有所得心 往往看事情是对立的 要么就是空 要么就是有 要么就是对 要么就是错 他很难离一切向 离开的善恶向 空有向 而安住在一念的清净心 那么这个时候 你能够受识法华经 普玄菩萨呢 就是说你如果能够依止 清净心不敌愿来受识法华经 他就现身 暗中加持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我们看庚恶的常作思维 看经文 世人若作思维此经 而时我父成白相王献其人前 其人若于法华经 有所望师 一句一记 我当交之与共读诵 怀令通利 二十 受持读松 法华经者 德见我身 甚大欢喜 转负精进 以见我顾 吉德三昧 吉陀罗尼 名为玄陀罗尼 百千万亿 玄陀罗尼 法音方便陀罗尼 德如是等陀罗尼 那么前面的修学是 阅着明智位的散乱性的情况 叫做若行若利读诵此经 这以下阅着五品光亨会 五品光亨会是怎么修好华经 世人若作思维此经 前面是偏重在动态 这以下五品光亨会 他有禅定的摄持 所以他在读诵以外 外加静坐 在极静的心中 深入地思回一心三观的妙意 那么这个时候 因为他发起清静心菩提愿 就是随顺普玄心愿 所以普玄菩萨 在静坐的禅定中也现前 那么现前 这个人如果在读诵法华经的过程中 心中有所忘失 一记一记 那普玄菩萨的暗中教之 而且跟他一起读诵 使令他能够通力圆满 那么在整个过程当中 你如果有一点忘失的障碍 普玄菩萨会帮助你 让你能够通力 那么你继续地用功下去 耳食受识读诵法华经则 得见我神 我们前面讲过 五品观光位还是属于凡夫 他没有破无名圣法生 所有没有破无名圣法生的人 要见佛菩萨 一定是在定中 除了你能够达到见到位 要随时见佛 这个时候五品位的人 是在定中 见到普玄菩萨现前 那么普玄菩萨现前的时候 因为普玄菩萨大功德境界 所以这个人就心大 深大欢喜 法喜充满 就更加的精进 最终以见我顾 那么就在一念的相应会的加持之下 在普玄菩萨的见证之下 成就华华三昧 成就华华三昧 你一定会得到三种陀龙理 第一个玄陀龙理 玄陀龙理就是 玄有入空 成就的一心即空的清净心 那么百千万亿陀龙理就是假官 你证得空性的时候 你同时能够证得假官 你知道一念心性虽然清净 但是他能够依止你的愿力 能够随缘显现司法界的依证诸法 能够有这种自在力 第三个法因方便陀龙理 这中官就是空有外 那么前面的明日位的献身是暗中加持 这以下就是清主的献身加持 而且印证成就华华三昧 这个是耶无品位 好我们看第三个三期精进 这个地方分成两段 先看第一段 看经文 世尊 若后世后五百岁浊厄世中 比丘 比丘尼 幽婆瑟 幽婆仪 求所者 受持者 读诵者 书写者 与修习式法华经 与三七日中 应一心精进 满三七日仪 我当成六牙白相 与无量菩萨而自围绕 以一切众生所喜见身 献其人前 而未说法 誓教立喜 那么前面的行礼读诵 常做思维都是平常的定课 这以下来讲到 如果你要能够在三七日当中 习诸言误 加工用询 那么这以下讲出他的方法 就是你在后世 后五百岁 佛灭度以后 等于是后五百岁 等于是经历过两千五百年 到了末法时代 那么末法时代的时候 你不管是出家的比丘比丘尼 或者在家的幽婆社幽婆仪 你不管是一个求所者 或者受持者 求所者就是你 对法华经是一个初学者 或者你对法华经就非常熟悉了 你能够把法华经的法义 受死于心中不忘死 不管你是初学 不管你是久修 总之你在读诵书学的时候 在三七闭关的时候 修学法华经的时候 你要怎么样 一心精进 一心精进 就是说你除了吃饭睡觉以外 你其他时间就是做功课了 做什么功课 我们待会再说明 那么满三七日的时候 我当乘六崖白相 以无量菩萨而之围绕 那么普贤菩萨发现说 你如果是依止普贤心宴 来修学法华经 而且是三七日的闭关 我一定会献钱 我一定会献钱 有两种情况 第一个 你是无品位 那我会让你看到 如果你是明治位 那我献钱你看不到 那叫做安中加持 那么 这个时候献钱 如果你是无品位以上 还为你说法 让你试教利 让你文法授益 而心生欢喜 这个是讲到三七的闭关的修行 这个讲到修学止观 这一项讲到 普贤菩萨的父子的方法 包括人父跟咒父 看经文 一副与其陀罗尼咒 得使陀罗尼故 无有非人能破坏者 以不为女人之所破乱 我身一字常护世人 为愿世尊 听我说此陀罗尼咒 及与佛前 而说咒曰 阿谭地 谭陀婆地 谭陀婆地 谭陀旧舍利 谭陀修陀利 修陀利 修陀罗婆地 佛陀波善尼 萨坡陀罗尼阿普多尼 萨坡菩萨阿普多尼 修阿普多尼 生且波里查尼 生且涅其托尼 阿生其 生且婆且地 迪利阿多生且斗略阿罗地 佛罗地 萨坡生且地 三摩地 切兰地 萨坡达摩修不利查地 萨坡萨多楼陀交尸略阿罗且地 新阿比吉利地 好 那么这个地方讲到 普贤菩萨 他是怎么样扶持修行者 第一个 用咒力 普贤菩萨 他讲了一个同龙一咒 你要能够 依止普贤西 验寿石法花经 你就能够得到 这个咒的加持 这个加持有什么好处呢 无有非人 能破坏者 这就是一般的鬼神 是不能伤害你 乃至于不为你 能所祸乱 那么一方面 人物 那么我呢 也是经常地能够 现身 暗中的加持你 所以这个就是 人物跟咒物 这个三期的修学 我们简单讲一下 古德讲得比较清楚 就是说你如果说 平常做功课 平常做功课可能就进步比较慢 点点滴滴 那如果你觉得你想要做一个比较大的突破 你安排了三期的闭关 那你要注意六法 要记住六法 第一个 严禁道场 闭关休学 跟你平常的动态 你可能 等车的时候 那花花经堵一段 这都是可以的 但是你闭关加行 这有一定的规矩 你一定要有个道场 有一个严禁道场 你要有个 伯菩萨的圣像 香花灯竹的供养 这有一个清静庄园的道场 第二个 灾界沐浴 在闭关当中 你要受持灾界 而且身体要沐浴 在方等经里面 方等颤 你一天吃少 洗两次早 而且你在修颤的衣服 跟你平常 睡觉吃饭的衣服 要分开的 要有特殊的 干净的衣服 你做功课的时候 有一定的衣服要穿的 要摘见沐浴 第三个 提醒三宝 你在修行的时候 一开始要 离醒十方三宝 那包括 那么本师释迦摩尼佛 那么阿弥陀佛 那么佛前菩萨等等 你要提醒三宝 现前 第四个 忏悔发愿 大乘的正修之前 都要先灭罪 所以你要有一个 忏悔主 比方说 你修大悲忏 就是观世菩萨忏悔主 你修八十八佛 就是普贤菩萨座忏悔主 你要有个忏悔 发愿的一个过程 第五个就是读诵经典 就是正修了 那么读诵经典以后 有一段时间静坐 第六就修学此观了 所以他的整个正修有包括 理颤 独送 修子观 这三个主题 那一天 比方说你一支箱是 一个半小时 或两个小时 那一天就是六支箱到九支箱 不断地这样 做下去 当然这个地方都强调 也要以普贤行宴做根本 其实普贤行宴在修学 它的应用很广 你看那个八十八佛 也是以普贤行宴做 做它的根本 最终也是 会归到 南无大汉普贤菩萨 所以我们在宋谎华经 最后也可以把它 会归到 南无大汉普贤菩萨 来提醒自己 我们一直 时空无尽的 菩提院在修学 好 我们看 下一段 几三的赋以神力 看经文 世尊若有菩萨 得闻是陀罗尼者 当知普贤神通之力 若法华经行严福体 有受持者 应作自念 皆是普贤 微神之力 那么 普贤菩萨 那对于修行者 有两种加持 第一个 受力的 护持 若有菩萨 能够受持听闻 这种 陀罗尼仲 是普贤菩萨的加持 用受力来加持 第二个 人的加持 就是神通力 若法华经 能够在 末法时代 流通 使令大家 如法受持 那么这个都是 普贤菩萨的 三倍神通的加持 所以 普贤菩萨就是说 你能够 一直普贤行业 来受持法华经 那么 你就能够得到 普贤菩萨 两种加持 一个是咒户 一个是人物 咒力 跟散面神通的加持 这个 佛菩萨的加持 当然每一个佛菩萨 他可能 针对某一步进来加持 我过去读佛学院的时候 那个时候是一年级的时候 那一年 接下安居 有几个外来的 行脚比丘 来参加我们 声团的接下安居 那么我 私底下 就跟一个 行脚比丘聊天 他平常就是 修行 就两个法 第一个是拜灿 一个送华华经 我就问他说 那你平常拜灿 送华华经 有没有什么感应 初学者对这个感应 诸佛菩萨的感应 是比较好奇 他讲一句话很重 他说 他说我们修行 不能靠感应 来支持我们 要靠信心 他说 什么叫看信心 他说 你授持华华经 你有三分的修行 你自然会有七分的感应 而这七分的感应 你不一定感受得到 但是在冥冥当中 帮你化解了灾难 冥冥当中 增长你的福报 这句话很重要 冥冥当中的加持 就是我们前面说过的 叫做险基敏印 终日无感 终日无悔 所以 我们不要看到 普贤菩萨的加持 我们就好像在期待 普贤菩萨的现身 这个都是不对的 就是说 终日无感 终日无悔 就是 佛菩萨的加持 他可能就是在你暗中 帮你消除了对障 帮你正照了福报 但是我们不能够去执着这件事情 就是 还是那句话 你相信 你有三分的加持 佛菩萨就会给你七分的感应 你就是修行要靠信心 而不要去看心外求法的感应 这样你才不会出事情 也比较能够持久 所以 普贤菩萨就是保证 你只要依止普贤行业 来受持法花经 我一定会给你 人的护持 跟奏的护持 是决定的 好 那么在这样的修学当中 就产生了殊胜的因地 看几次的显现圣因 看经文 那么你如果能够依止前面所说 你能够发起广大的普贤行业 来受持独送 花花经 这是明治会 或者如果你是官汤会 除了受持独送以外 再加上正义念 解其意趣 如说修行 你能够去修学止观 那么这样子呢 你就是在修学普贤行业了 普贤行业 就是一个一心万恒 万恒一心的 一个时空无尽的 广大的修学 那么这个人 决定是过去生 以无量无边诸佛所 深重善根 就是说 你学花花经以后 你能够发起广大 时空无尽的普贤行业 众生借敬 众生夜敬 众生烦恼敬 我只普贤行业 无有穷尽 念念相讯 无有间断 生以一业 无有疲业 你用这种心态来送花花经 你这个人 绝对不是今生才修学的 你已经过去生了 生生是在无量诸佛所 当然不一定在正法时代 可能是在末法时代 向法时代 你已经怎么样 身重大乘善根 而且你在今生当中 为诸佛如来 手摸取头 你会得到十方诸佛的 加持射受 我们前面说过很多事情 十方诸佛 这个世界上有无量无边的诸佛 每一个佛成佛以后 他一定发现 众生无边试验度 但是这个因缘 有浅身的差别 真的有些人 能够进入到诸佛菩萨 摸顶加持的范围 有些人就进不去 就是你今天 简单地讲 你要顺从佛心 顺从佛治 你能够对佛夺的 以佛心为己心 以佛治为己志 那么佛夺心是什么呢 当然佛夺心是清静心 理向精静 佛夺什么愿呢 佛夺的愿就是十方无尽的 菩提愿嘛 那么你今天能够以 清静心菩提愿来 塑使法华经 那你等于是入了佛陀的 长子之列 你说 我没有修六度万恨 我一个生死凡夫 长子只看本质 不看资良意 所以你阿罗汉 阿罗汉 阿罗汉不可思议 大阿罗汉 三明六东霸卸托 但是阿罗汉 他没有安住清静心 没有发佛提愿 他只能叫做素子 年纪大的素子 还是一个偏子 凡夫就是外子 就是说 我今天能够 随顺佛夺的智慧 随顺佛夺的愿力 虽然我只是一个小孩子 但是你的本质 已经进入了佛陀的长子 准备要继承王位 比方说 我们讲最简单的 你上一品 庙庄园王本事品 庙庄园王是什么人 这是个大国王 大福报 又起邪境 诸位 一个人福报 大又起邪境 这个人是 基本上就是 没办法度化 谁拿他都没办法 你要没有福报 你就算了 你起邪境 你那讲话 你还听得俊趣 你福报又大 又起邪境 这种的基本上 就是断三根的 没救了 但是他在这一生当中 既然能够反转 那么忏悔 然后今生成就 大臣见到位 除了他外在的 三十四射受以外 他这个就是 大臣善根成熟 过去生 发过普贤行业 就是说 诸位 有些人是很容易度化的 这是事实 有些人是真的很难度化 佛菩萨在你前面都没有用 都没有用 因为你本身的根基 跟佛陀落差太大 你不是佛陀的长子 你是佛陀的外子 整天在外面跑的儿子 看到你也没有用 所以诸位 我们自己上根的准备 是很重要的 就是说 十方式学这么多佛陀 为什么有些人这么幸运 就很快能够跟佛陀感应 得到佛陀射受 比方说庙庄严网 那么有些人为什么 老也不能够得到 诸佛菩萨的射受 就是你的上根有问题 你不是佛陀的长子 你也不是佛陀的树子 你是佛陀的外子 你整天打妄想 所以这个地方就是圣灵 就是说 诸位 你能够发起普贤行业 受法华经 即便你今生没有成就 你未来的那种善根 你成熟 你未来是一个 能够得到诸佛 母顶加持授记的范围 就是你容易度化 看吉武的 事与禁果 禁果就是来生的国报 这有两段 先看第一段 若但书写 世人命中当生刀利天上 事实八万四千天已 坐重祭月而来迎之 其人极着七宝冠 与才女中娱乐快乐 那么大圣佛佛的修学 当然不是一生一世的 如果说你今天 依止清静心 发起普贤愿 那么这个时候呢 你入了十方诸佛的 长子的行列 但是你 修到最后死掉了 死掉以后 你依止降修 有什么 会到哪里去呢 若但书写 世人命中 当生涛利天上 但当书写就是说 你就是明智卫 你的光恨薄弱 你只能从世修 就是说 什么叫世修呢 就是 你读诵法华经的时候 你正念现前 你离开的文字像 你的正念就消失掉 你只能靠读诵 来支持你的正念 但是没关系 你曾经有这样的善根 这种善根地 会让你升到 异界的第二天 套利天上 在套利天呢 你灵命中的时候 有八万四千的天女 用各种美妙的天乐 来引导你 迎接你 那么到了天 套利天以后呢 你就戴着七宝的头冠 在众多天灵当中呢 受用各种的 娱乐 内心快乐 当然你的善根地 还在 你未来还是有得度的意愿 这是指的是 明知味的 忠孝品的 文师的智慧 那如果你是善品的修会 就是五品味以上 会有什么情况 看经文 何况受持独诵 正义念 解其一句 如说修行 若有人受持独诵 解其一句 世人命中 为千佛授手 令不恐怖 不堕恶句 即往都率天上 弥勒菩萨所 弥勒菩萨有三十二下 大菩萨众所共围绕 有百千万亿天女眷属 而于终生 有儒是等功德利益 那么如果你是现身 拯救五品味 那么你能够对 整个华华经的义礼 能够正义念 解其义气 如说修行 简单的说 就理官能够念念的献前 那么这个人 在依此补贤行愿 来受持独诵法华经的时候 这个人灵命中的时候 为千佛授手 十方诸佛来迎接你 使令你内心 不会颠倒恐怖 正念分明 因此不堕恶道 那么到哪里去呢 到都率天上内宴的 弥勒菩萨所 整个三界当中 唯一有菩萨说法的地方 就是弥勒内院 所以很多人 没有求证净土人 会到弥勒内院去 他为什么呢 第一个 才不会空过时间 你要到没有 佛菩萨说法的地方 你享受快乐 就把时间给耽误了 他能够继续修学 第二个理由就是 他能够随识弥勒菩萨 因缘成熟的时候 下降人间 在龙华上会当中得到 所以有很多人 愿意求证到弥勒内院 而寿司跑八经 是其中一个洁净 弥勒菩萨有三十二项 在内院中也有 诸大菩萨所供围绕 而且在外院当中 也有百千万亿天理建属 而于终身 有儒式等功德利益 这一段 偶一大师说 是就着这个人 没有发起往生的愿意来说 所以偶一大师说 若发敬艳 则随其官横浅身 生四种安乐土 就是说你今天 依止补贤行艳 寿司法花经 如果你又求生净土 那你就能够直接 往生到品位高的净土去了 是这么一个情况 我们看几六的总结欠修 看经文 那么总而言之 一个有智慧的人 他能够成就理官以后 又发起广大的菩提宴 来授辞书写读诵 法花经 那么这样子就能够得到 十方诸佛的 所谓的摸顶授记 这前面讲过 第一个 你的现世的利益 消除灾难 身心安稳 第二个 来世的利益 升到涛利天跟多衰天 这是现世跟来世的利益 好 我们看物恶的 世验复法 看经文 世尊 我今以神通利固 守顾世经 与如来灭后 严福其内 广令流布 使不断绝 那么最后呢 普贤菩萨以世验力 来护持 法花经 世尊 我以神通利固 守护法花经 在如来灭后 五左二世当中呢 使令他能够流通 而不断绝 前面的 普贤菩萨 是加持这个 受死法花经的人 这以下呢 他也加持 法花经这个法 法花经不能断掉 因为法花经啊 他为什么不能断掉 从凡夫的角度啊 如果没有法花经啊 那会发生什么事啊 没有法花经啊 我们跟十方诸佛菩萨 基本上就 就永远隔离了 就没有所谓的 急中身心头大血海这件事情 就这个人在外面流浪 就永远流浪下去了 他永远不知道他有家了 那么也就是说呢 整个研究的修学的传承 整个断掉了 如果没有法花经的话 那今天一个凡夫要修学啊 那只能透过三寸的拳法 靠法力的射受 就一步一步来 就是佛菩萨功德庄严 我是业障身重 那怎么办呢 我修皈依 我一步一步的慢慢的靠近 虽然我现在业障身重 就是你的起修点就是什么 就从业障身重修起了 那就修到什么时候 也没人知道了 那你得到好花经 那是你印记好 你得到洁净了 因为你一开始的时候 你的启发点 不是从业障修上 业障修上 这是我是未曾之佛 诸我是以曾之佛 齐体无比 你站在一念的自信静静心 虽然说我打妄想 但是你好歹是明智位的 自信静静心 这没有人可以否定你 他也是随属你 佛陀的自信静静心 就是我回了家 我什么都不懂 我好歹我回家了 我跟十方诸佛 站在一个同一个水平线上 我发的愿 也是十方诸佛 同一个菩提愿 我这样虽然是一个 佛陀的长子 排在最后面 但是我好歹是 十方诸佛的长子 那么这种所谓的 不恶法门 真妄不恶 凡胜不恶 十亿有 佛陀金有 他告诉你 你打妄想的心 就是自信静静心 只有佛陀金有 这个传承 你看其他的心都没有 其他的心就是 佛陀罗心是清静的 你的心是打妄想的 你们两个不一样 就不一样 那怎么办呢 你慢慢修慢慢修 有一天你会跟他一样 这是建教法门 所以有建于此 佛陀菩萨 他要赴法华金 这个法华金不能断绝 这个是成佛的捷径 好 我们先休息十分钟 再来讲下一段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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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